C罗孔将猪强躁动这个夏天 一甲在蹉跎了近十年过后 再度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目光 霸主尤文寄出了大手笔 其他个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 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大家开始畅想一甲 能不能重现七姐妹时代的荣光 打破老妇人一家独大或者说改变 尤文和纳布勒斯二人传 真怪的格局 那甚至在英超如此火爆 在今天不少球迷认为一甲的重新崛起 能够让他能挑战英超的霸主地位 再度成为足球世界的关注中心 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检验的问题 当然也有过往的经验 可以参考一甲区姐妹 与应超B6的成因 一甲最为辉煌的年代 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时 他们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球星险有护拉帝尼 马拉多纳和继科这样的旷世圣贤 后有荷兰三剑克和德国三驾马车的 亲力助阵边风 盛世的一甲被称为小世界杯 融合了各种风格的足球 带来了爽心热目 特感官体验一甲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 群星飞碳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诸如罗马 拉提奥 帕尔马 陀罗伦萨这样的中间力量开始崛起 加上原本的北方三强一甲 开始正式进入七姐妹时代 这些球队在国内甚至欧洲 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那时 这一甲就是足球世界的中心位 什么同时有这么多球队接连崛起 形成盛世棉华 那首先是联赛底子打得好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甲 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关注度 作为球队帝老板 当然想趁着好光景 打出名堂来那样名气 荣誉 金钱什么都有了 这场面 自然是相当牛 那其次是一甲球队股权结构 相对单一 很多都是一个老板的产业 去维持巅峰期 这些一甲 帝老板非常愿意花钱 甚至说是烧钱也没 有各种其他基本力量过多 干涉简单来说 就是我是老板 我想买大牌真冠军 没人管得着飞溪 阿聂利 贝卢斯科尼 莫拉帝位代表的 一甲四代家族 最后是赶上那个 意大利本土人才 锦坑的时代七零后半 花旗放一线大牌 诸如维埃里 皮耶罗 烟扎吉 魅斯卡 卡纳瓦罗和布芳等等 是一代球迷的青春记忆 各支球队 由意大利本土人才 捉保障队外肉发钱 买来罗曼尔多 巴蒂斯图卡 其把魅和克雷斯波 这种级别的巨星舆论的热域 就如同今天的流量IP一样 所以在世 戒指交易下联赛 空前火爆 从1999年到2002年 连续四个赛季的冠军争夺 延续大了末 文才揭晓 我们记住了米兰的百年逆转 记住了佩鲁甲 大宇中尤恩的眼泪 记住了罗马 20匹克球场的世纪狂欢 还有罗马耳朵 让人哀哑的哭泣 背影外籍球星 加本土球星 一甲确实精彩 分成稍前军备战 带来的落果就是 联赛运营不健康商业模式 过于单一 加上意大利经济日复一日 的下滑一甲区姐妹路 血衰落一甲的辉煌 也成了旧日的迷梦 尽管米兰成两兄弟 在2007年和2010年再次登 顶欧冠邮文 也在后来的欧冠中数次进入决算 但那只不过是一甲荣光的昙花一现 已经经历了一甲多年低谷 希望重回当年一甲的荣光 是所有一甲球迷们的梦想 看看当年需要佐拉 维亚利等意大利球员去技术扶贫 的英超现在已经成为 欧洲综合竞争力和关注度 最高的连赛B6的竞争年年都在演 是商业价值和火爆程度 无需对数意大利的老球迷们 好生羡慕与嫉妒 却又无话可说 毕竟英超的崛起 也有他们的原因 有些与一甲区姐妹 类似有些方面 也完全是英格兰 足球独有的东西 维亚利和佐拉 曾经去切尔西技术扶贫 而今切尔西 已经成了英超B6的议员 首先从90年代 末开始英格兰足球走出了海色 而和希尔斯保谈案的阴影 以福格 分的92班 与文格的心流派为主导 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球迷 而关注英格兰足球本就打 在快速直接刺激火爆 容易抓人眼球 但陆续拥有了贝克汉姆 和锋利这样的球形之后 加上双雄争大的火爆形式 逐渐走向了中心舞台 这可以看作是所谓的 关注度元时机 类与七姐妹 比较类似都是球星 比较竞逐力所带来的直接效应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 本注英位关注度高了 热拳自然想来试一试战绩 搞好了同样 也是什么都有了这三位 教练就是英超崛起的摄影 于是阿布来了曼苏尔来了美 我和中国台团来了东西方的资本 聚集于此闻名 的交融在英伦大帝碎链出火发 他们开始飞舞之校收购 各路大台球星 请来赞路名帅 以及六位大脚的球队粉多成了一致 先进的代名词球星 有了成绩好了联赛竞争激烈 那英超顺理成章的成为了 关注度最高的主流联赛 而与七姐妹集中火力烧钱 没有延续性不同的是 英超的商业模式非常 先进很多球队早就注意到 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无论是球场的拓建翻新 还是便是 转播合同的蛋糕分成 以及相关海外市场的开拓 他们都未与球谋走在了前列上赛季 英超20支球队收入 在良性循环 中英超既是最能花钱 这联赛又是最能挣钱的联赛 如此往复逼6的位置 越来越凸显而中下游 也能分得一杯 跟我们看到埃福顿 富勒姆 狼队等球队 今年各种一致千金 老板愿意花钱 不然是一方面 他们也有着未来收益率 七作为三宝才敢出手 这么会绰意取得好成绩 英超会花钱也会赚钱 那么今天的一假 是否具备形成超级联赛 的条件呢 夏天很美好现实仍不妙 各种成功的原因 我们都分析过了 那么可以对照一下眼下的一假 具备哪些条件又有 哪些条件仍然不符合 首先是关杜杜的问题 一假已经蹉跎了将近十年 除去游文在欧 周赛场具备强劲实力 其他球队没落太久 目前依靠飞罗的空降 确实大幅度 提升了收视率 但只靠一团火焰 哪怕他在耀眼 没有百花齐放的陪衬 也不是长久之计 然后事前的问题 今年夏天除了游文国米 女郎和罗马这些球队引人密度 都不小国米买入 让那英格兰和福夏利科这样的实力 派米兰德得到了一关一 巴卡约科和卡尔达拉罗马 更是一口气买来了十来个人 包括派斯托雷和恩宗奇这样的 汉将立甲各大球队 都有不错的影员 除此之外 中下游球队也开始加大投入 发个时零零多万欧元不在话下 像乌迪内村 更是好至2000万欧元 买下了油文的曼德拉格拉斯 咱还不能跟英超那些灰金如土 的中小球队相比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但是在表面的繁荣过后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跟以前妻姐妹时代 相比地甲的商业开 巴仍然相对落后转播分成方面 有文美 也能获得一一欧元以上的收益 但是中小球队依然差得很远 没办法跟英超宝级对动哲鱼 应用棒的分成相比 没有自己球场的问题 依旧在困扰着很多意大利的球队 没有自己的土地 为着不能随便进行周边的开发 立体化的盈利方式 无法铺开在如今这个消费时代部弄出发样 吸引顾客还是很难突出重围 去年欧族联盟票收入报告 逆假上榜的只有由文图斯和罗马 还有一个可怕的无解难题 那就是心讯正疼 意大利目前本土人才稀缺 强队大多数时候都是靠外人打天下